婚后,我亲眼看见公公一耳光把婆婆打得耳膜穿孔,我慌忙去扶她,却被老公拉到一边,我妈自找的,别管她,简直震碎了我的三观。 直到后来老公跟我动了手,我才知道,婆婆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呵呵,只可惜我不是我婆婆。 那一次,前夫的手指被掰断了三根。 婚后第一个春节,我和老公回老家过年,本来非常和谐,没想到初三那天出事了。 初三,我公公临时邀请牌友们吃饭。 她出门打牌前,专门嘱咐我婆婆,别给她丢面子。 婆婆整整忙活了一个上午,炒了一桌子菜。 可没等中午,我公公带着八个牌友回来后,看着一桌子菜就沉下脸来。 王玉小,我不跟你说了要鲍鱼龙虾吗? 你这做的什么玩意? 当着众人面,公公大嗓门超级夸张。 我就看着我婆婆整个人僵在那,尴尬得脸色通红。 她属于典型的家庭妇女,相夫教子,脾气极好,待人真诚。 而我公公就是典型的封建大家长,一切都按照她的脾气来。 其实这一桌子鸡鸭鱼肉、大虾、螃蟹都有,明显就是公公故意找茬,在她那群狐朋狗友面前充面子。 我连忙过去打圆场,公公这才让大家入座。 不一会,整个客厅酒气烟味夹杂着吵闹声,闹腾得不行。 我有点烦,想找个理由出去透透气。 等他们吃完饭,再回来帮婆婆收拾屋子。 就在这时候,我公公突然站起身,把筷子甩到了婆婆身上。 让你买五粮液?你准备的什么? 我说话不管用了是吗? 当时,我都惊呆了。 毕竟和我老公相亲认识半年就结婚了,期间只见过公婆几面,婚后也是回市里生活。 只知道公公脾气冲,婆婆比较柔和。 没想到公公这是欺负人。 那一桌子朋友一边拉着公公,一边递便宜化。 听着是劝人,其实是变招法的电话激将法呢。 果然,公公跳脚了。 赶紧出去现在买,要五粮液,八代,买两瓶。 婆婆没动地方,眼眶红着像是鼓起很大的勇气。 宁宁,我的名字,带回来的酒也不错,咱也不是非要喝那个五粮。 喷的一声,婆婆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公公一巴掌扇在脸上。 这一巴掌力道非常大,打得老太太一个踉枪撞到了墙上,倒了下去。 妈! 我连忙过去扶人,再一看婆婆左耳有点出血了。 我和老公又急忙送她上医院。 走的时候,我还专门看了一眼公公,她只是气势弱了一点,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 如果不是着急送医院,我一定和公公讨个公道。 诊断结果,婆婆耳膜轻微穿孔。 回去的路上,婆婆反倒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安慰我。 宁宁,让你看笑话了,别往心里去,你爸不是嫌你的酒不好,她就是对我发脾气,对谁发脾气都不行。 这是我越想越生气,回到家已经很晚了,一桌子狼藉,竟然没收拾。 而卧室里传来公公炸雷的呼噜声,这也太没心没肺了。 可婆婆还要去收拾碗筷,我连忙拦住她。 你就让我妈收吧,不然明天早上我爸爸看到乱七八糟,又不高兴了。 老公的话,简直是给我火上浇油。 恋爱的时候,没见她这么不懂事啊。 我立刻定了个小时工来打扫,然后把婆婆拥到我俩的次卧,让她去休息。 我和老公则连夜返回市里的小家。 脾气告诉我,必须和我老公聊聊,不然我会气得睡不着觉。 回到家,我就质问老公,为啥看着她爸爸这么欺负婆婆。 开始老公不出声,我问急了,老公才嘟囔一句。 谁让我妈让我爸丢了面子,自找的,别管她。 就因为这一句话,我和老公婚后第一次争吵。 我摔门而走,直接回了娘家。 本来大过年的,我也不想给我爸妈添堵。 这里不得不说一层关系。 为什么我会特别喜欢我婆婆,一方面是她对我很好,人品不错,最重要的是,她可以算我妈妈的恩人。 历史原因,我妈当年是知青下乡的时候,如果不是婆婆帮忙,她估计活不下来。 所以,第一次双方家长见面的时候,我妈妈看到我婆婆,俩人哭着抱在一起。 恩人联姻,亲上加亲,我们当时都很高兴。 可我爸妈太了解我了,什么事都瞒不住,索性直接跟他们说了。 我妈妈叹息一声,甚至告诉了我更多关于婆婆的遭遇。 原来,我妈过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聚会,从另一个朋友那里了解了婆婆这些年,被公共欺负的种种。 给他们原家当牛做马几十年,年轻的时候动辄打骂。 我真的听得差点把杯子给摔了。 我妈拉着我的手嘱咐我,宁宁,如果我早知道你公共是这种人,我跟你爸可能不会让你嫁入他们家。 但是现在既然嫁了,别的不管,你必须对你婆婆好。 我爸爸也一脸严肃,受了委屈,就回家,爸妈永远是你的后盾。 有爸妈的孩子是最幸福的,我实在是暖心。 安慰他们,原谅跟他爸爸不一样,虽然有时候脾气却不懂事,但是整体对我很好,让他们劳两口放心。 只有我婆婆,我要更加对她好,让她有一个安定的晚年。 打定主意,我打算接我婆婆来住些日子,方便养伤。 我想距离产生美,公共被伺候习惯了,也许短暂离开她,就能感恩婆婆的好。 我和原谅很少吵架,她是等了几天,终于给我发消息哄我。 我看气消德差不多了,就打算回去住。 原谅来接我,还给我带了一大束花,并承诺,以后一定会向着婆婆。 我开工早,主妇还没上班的原谅去接婆婆。 那天下班,我买了很多菜,打算回去给婆婆做点有营养的。 结果我一开门,屋子里的烟味就飘了出来,呛得我只打喷嚏。 客厅里,公共正歪在沙发上看电视,她竟然也跟来了。 原谅在书房打游戏,而我婆婆已经准备好了一大桌子饭菜。 见我进来,婆婆端着一锅汤走出来,耳朵上还包着纱布,明明非常疲惫,看见我却喜笑颜开。 宁宁回来了,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那一刻,我觉得嗓子特别堵。 想起婆婆的经历和现在的境遇,我眼眶疏地就红了。 吃饭时,公共像个大老爷一样挑剔着菜蛋了,汤也没滋没味。 我知道婆婆是因为照顾我的口味才做得淡一点。 我刚想开口反驳公共,就感受到婆婆在桌下捏了捏我的手。 我抬头看向她,她冲着我摇了摇头。 眼中的悲伤一览无余。 在这种压抑沉闷的氛围中度过了两天,公共再一次动手打了婆婆。 因为要出差,我提前下班回家收拾行李。 进家门,就看到婆婆在厨房忙来忙去,却没瞧见公共的身影。 隐约间听到我的卧室里传出了一些声音。 我连忙跑进卧室,就看到公共把我的卧室翻了个遍。 衣服堆得到处都是,台灯也倒了。 最重要的是,戴索的床头柜也被硬生生地拽开了。 爸,你为什么会进我的房间? 我的愤怒纸已经满了,我很想冲过去给她一个大笔兜。 婆婆听到声音也连忙赶了过来,看到眼前的一幕,婆婆傻眼了。 连忙安慰我,说她马上给我收拾好。 你的房间? 这是我儿子的家,我儿子的房间。 我想进就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公共那副蛮不讲理的劲儿又上来了。 你这是犯法,你没经过我的允许,我话还没说完,就被公共打断了。 你算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别以为你家有几个臭钱,就能当家做主了。 这个家是老原家的。 这家里家外都是我儿子的家产,其中还夹杂着一些乌言晦语。 很好,我今天还非得治治你的臭毛病。 婆婆一边捡着地上的衣服和物品,一边小心翼翼地劝公共别再说了。 公共一个箭步冲过来,给了婆婆一脚。 老太太这些年为了这个家辛苦操持,身子骨本就虚弱。 被公共这一脚直接踹倒在地,头狠狠地撞到了门上。 顾不上其他,我连忙扶起婆婆,带她去医院检查。 还好没有什么大碍,但头上擦破了皮,我特意让医生给包了纱布。 我倒是要看看公共怎么和原谅交代。 回到家,我看到原谅和公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我生气地把手里的包摔在玄关处。 老公走过来,问我去哪了? 抬头看到我婆婆的头,问了句怎么回事。 轻描淡写的样子,仿佛婆婆是个陌生人。 我气不过,和原谅说了事情经过。 还特意说了婆婆的身体状况。 医生说了,咱妈身体本来就不好,血压还高。 霸踹了咱妈一脚,肋骨差点断了。 上次耳膜穿孔,这次头上差点磕个窟窿。 我是有意把话说得严重一些,可是原谅的态度让我心寒。 她把我拉进卧室,宁宁,爸妈的事你能不能别多管闲事? 语气冰冷,甚至还有一些埋怨。 原谅,你有没有心? 那是你亲妈? 你爸差点打死他。 我妈顶撞我爸,都是他自找的。 原谅不耐烦地说完,起身往外走。 到门口了回身又说了一句, 你以后别多管闲事儿,又没打你。 我气得抓起床上的衣架,朝着原谅扔了过去。 原谅无所谓地走出了卧室。 这样,我根本不敢出差,我不在,原谅和公共还不知道怎么欺负婆婆呢。 我走到卧室洗手间,小声地给闺蜜林心打了个电话, 说了事情原委,让她找人来帮我吓唬吓唬公共和原谅。 林心的表哥是知名律师,公共油盐不尽,我就不信法律,也制裁不了他。 林心和表哥顾征来了之后,我站在客厅,给大家介绍了他们的身份。 顾征说了一些专业术语,特别唬人,什么家暴,什么违法之类的。 还说,如果公共再一次动手,就会被起诉,还会因为打人付出不菲的赔偿金,原谅不懂,公共更不懂。 说完,还递给我一份文件,让我婆婆签字。 其实,我没想真的怎么样,我只是得想个办法保护婆婆。 原谅眉头紧促,公共眼中的愤怒清晰可见。 我出门送林心和顾征,顾征上车前,打开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让我有事可以随时找她。 看我愣在原地,可能知道我不好意思麻烦她,她说如果我不好意思,她可以收费。 我知道顾征在律师界很出名,薪资都是按分钟计算的,而且听林心说过,顾征父母都是生意人,家底丰厚。 这么有钱还这么拼,连我这种小活都接。 送走了林心他们,原谅说公共也觉得自己不对,但是好面子,让我别再和她计较。 原谅啊原谅,不是我计较,我是心疼婆婆。 原本需要出差一周,我紧赶慢赶,提前完成了工作,三天就回了家。 这期间我每天给家里打几个电话,婆婆也按时和我报平安。 回到家,我看婆婆身上没有心伤,心里才放心一些。 公共最近消停了不少,听原谅说公共现在有空就出去走步,锻炼身体。 我听完只剩冷笑,公共那个身体痒得飙肥体胖,是该锻炼了。 这样更好,她不在家,我婆婆能舒心很多。 晚上,我刚躺下,原谅就扑了过来,我借口很累,便转身睡了。 我心里对原谅还是犯格硬,我甚至后悔嫁给她。 一个不孝顺母亲的人,一个同意是强凌弱的人,一个看到自己母亲被打, 还说活该的人,真的不可取。 我有时上班,还是会担心公共打婆婆,便趁着家里没人的时候,偷偷安了监控。 连婆婆都不知道,我安了监控。 周六,原谅说她同学聚会,想让我陪着她一起去。 我并不想去那种抽烟喝酒吹牛皮的场合,但是她软磨硬泡,还说别人都带着家属。 我便陪她一起去饭局了,定在了一个超大的包厢,两个圆形的大餐桌。 大家见面一阵寒暄,互相吹捧。 我话很少,基本上有人提到我问到我,我才开口。 酒足饭饱,女人们开始讨论包包和美容。 男人们也开始说起自己的轻松少年时光。 不知道谁提起了最近新出的电影,里面的女主跳得舞很美。 我老公忽然转头看向我,在我耳边滴雨,宁宁, 你不是会跳舞吗?跳一个让我同学开开眼。 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原谅的话。 看她醉眼熏熏,却又无比自豪傲娇的期待表情, 我真的攥紧拳头。 我刚想拒绝,话还没说出口,就听到我老公的声音, 那个女演员跳的是什么玩意儿,我媳妇跳的舞才叫一绝。 那就让嫂子给大家跳一个,有人在起哄。 嫂子,你可别推辞,早就听亮哥说你才貌双全, 让我们开开眼呗。 对呀,跳一个,跳一个,弟妹,我们都想看看。 看着眼前的原谅,我虽然气急,却还是给了所有人面子, 但是声音已经冷了下来,不好意思,今天不太舒服, 如果你们想看舞蹈,可以去剧院。 在场的人顿时安静了下来,原谅在我耳边小声道, 宁宁,你就跳一个,你又不是不会,大家都等着呢。 看我没说话,她没完没了,你这样大家多尴尬呀。 你这样不就是打我的脸吗? 宁宁,你给我个面子。 看我一直无动于衷,其他人纷纷圆场。 你们想看自己去学自己跳,干嘛让人家跳啊? 就是,不给他们看。 对对,弟妹是想给亮亮自己跳,哈哈哈哈。 大家左一言右一语,就在我以为这事过去了的时候。 原谅起身,敬了大家一杯酒,对不住大伙儿, 是我没管好她。 说完看向我,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我让你跳舞你就得跳。 话音刚落,原谅抬起手,抡圆了手臂, 狠狠地冲着我的脸扇了过来。 那个力度,我感觉我的头都会被她扇掉了。 可惜,我不是我婆婆,我不光会跳舞,我还会拳击。 我爸当过拳击教练,我从小就跟着我爸练习, 没事儿,我俩就打上一架练练手。 在原谅的手掌距离我的脸五厘米的时候, 我一拳从她的下巴打了上去, 顺势掰过她的手指,只听一声惨叫。 原谅的手指被我掰断了三根, 虽然我看着文静乖巧, 但长这么大,还没人敢欺负我。 小学六年级,后座男生趁着上课, 把我的急腰长发剪掉了大半, 我打掉了他两颗门牙。 原谅还想打我,做梦。 在场的人无不震惊, 还是班长反应快, 急急忙忙送原谅去医院。 伴随着原谅的惨叫, 这场同学聚会也落幕了。 我不想去医院,直接回了娘家。 我爸妈一眼就看出我心里有事,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 我也不打算瞒着了。 便和我爸妈说了事情经过。 她是想造反吗? 感动我的女儿。 我要去废了她的手。 我爸气得直拍桌子。 我妈比我爸冷静, 你先别急, 你想想咱的闺女, 能受欺负吗? 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我妈还是把我拉进房间, 仔细地检查我身上有没有伤痕。 家暴这种事,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原谅从小看着我公公, 打骂我婆婆, 却无动于衷。 说不定在她心里, 她认为打老婆很正常呢。 我和我爸妈说了我想离婚。 我爸妈表示支持我离婚, 希望我尽早离开那个虎狼之地。 但是, 我心里还有一丝犹豫, 我放心不下, 我婆婆。 我和二老说了我的担忧, 我妈和我爸对视一眼。 告诉孩子吧, 没事。 我爸拍了拍我妈的手。 原来, 我婆婆还有一个女儿。 我婆婆和公公在一起是二婚。 当初, 我婆婆的爱人是一位老师, 他们结婚两年后, 有了一个女儿。 一家人生活很幸福。 后来婆婆的爱人出了车祸, 离开了。 婆婆便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 公公当时觉得婆婆好看, 疯狂追求婆婆。 婆婆不同意, 拒绝了公公, 可公公依旧死缠烂打。 谁想到, 公公竟买通了婆婆的大姐夫, 灌醉了婆婆。 还特意让一些狐朋狗友 在第二天早上来找自己, 正好碰到喝醉的婆婆 和装睡的公公在一张床上。 婆婆本想自我了断, 可是看着年幼的女儿, 婆婆只好忍痛嫁给了公公。 为什么不报警? 就应该把原谅她爸抓起来。 我心疼婆婆, 她的命太苦了。 报警说什么呢? 喝酒的地点是在你婆婆的大姐家, 一起喝酒的人是你婆婆的大姐和姐夫, 而且你公公对你婆婆什么都没做, 没有证据。 那个畜生就是使记毁了你婆婆的名声。 我妈哽咽道, 如果她不嫁给你公公, 那她女儿怎么办? 闲言碎语, 孩子就没法活了。 怪不得, 我一直那么我婆婆是语文老师, 怎么会嫁给我公公那种好吃懒做, 没有正式工作的烂人。 我要和原谅离婚, 但是在离婚前, 我要把婆婆安顿好,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婆婆的女儿照顾婆婆。 我从娘家出来, 回了家。 这期间, 原谅一个电话都没打给我。 我到家后, 看到原谅已经回家了, 我公公气得骂骂咧咧。 我才不管她, 和婆婆打了招呼后, 我就回房睡觉了。 解决好婆婆的事之前, 我不想打草惊蛇。 第二天, 我请了假。 原谅上班后不久, 公公也出门了。 我把婆婆带到一个咖啡店, 准备好好聊聊。 我一直在酝酿, 生怕刺激到婆婆内心的痛楚。 宁宁, 你是不是想问我女儿的事? 婆婆缓缓说道, 原来, 我妈已经告诉婆婆我的想法了。 婆婆说她都是趁着公公不在家的时候, 才能和女儿发信息打电话。 因为一旦被公公发现, 就会对婆婆又打又骂。 婆婆的女儿叫康维, 学习成绩优异, 当初是被学校免了学费上的大学, 之前一直在外地, 今年刚回本市, 是一名医生。 婆婆和康维联系时, 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 康维很讨厌公公, 所以自从上大学就没回过家。 婆婆也尊重康维的想法, 从不强迫她。 以前婆婆还会去大学看女儿, 可是最近这几年, 公公不知道犯什么病, 听到婆婆和康维联系, 就发脾气。 婆婆很久没见过康维了。 一提到康维, 婆婆就忍不住流眼泪, 婆婆这么好的人, 为什么要让她遇见公公那种渣子? 我向婆婆要来了康维的电话, 把她送回家, 我开着车不知不觉到了江边。 我给康维打了电话, 说明了来意。 我们约在周末见面, 刚准备回家, 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我看到我公公和一个阿姨在江边, 两个人举止暧昧, 公公的手还搂着阿姨的肩膀。 阿姨手里还拿着一小树野花, 不知道公公说了什么, 逗得阿姨捂着嘴笑。 我反应过来, 连忙打开手机摄像头, 开始录像。 两个人说说笑笑, 搂搂抱抱, 全都被我录了下来。 本想先和康维谈好之后, 再让婆婆和公公提离婚。 可没想到, 这个糟老头子发起风来, 这么可怕。 晚上, 公公让婆婆给他倒洗脚水。 婆婆倒完水, 蹲在地上还没来得及起身, 公公就把一盆水踢翻了, 全都泼在了婆婆身上。 就因为她咸水太烫, 婆婆被水盆砸地倒在地上。 我连忙扶起婆婆, 看着公公那张丑恶的嘴脸, 我忍不住朝她吼, 你有毛病吧? 公公站起来, 骂我没教养, 还让原谅和我离婚。 我心想, 最好和我离婚, 这样我还省事儿了呢。 我侧头看到原谅, 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从始至终都没上前帮婆婆说过一句话, 这也让我彻底寒了心。 我有一个同事, 他和我讲过, 他给他爸爸请的保姆, 实际上是个骗子, 专门骗那种年纪大, 经济条件好的单身男士。 通过关心照顾, 耐心聊天等手段, 让男士给他钱给他房。 这个保姆当初蒙骗同事爸爸, 差点成了他后妈。 我要来了保姆的电话, 说要给我公公婆婆请保姆。 和保姆联系后, 约在咖啡店见面。 这个保姆阿姨姓陈, 虽然长得不算漂亮, 但是打扮得很时尚。 我告诉陈阿姨, 工作内容主要就负责打扫卫生和做饭, 并且说了一个他不可能拒绝的工资。 闲聊间, 陈阿姨问到我的工作, 又打量了我的穿着, 我知道他是想确定我的家庭条件。 我故意说这个家是我公公做主, 他经济条件好又大方, 好几套房子, 手里有不少钱。 还说了我公公和婆婆感情不和, 如果平日里他们吵架, 不要介意。 陈阿姨听得两眼放光, 同意第二天就上班。 回家后, 我和大家说我请了一个保姆。 公公就问了一句谁付钱, 听说是我付钱后, 便没再说什么了。 第二天一大早, 陈阿姨准时来了。 和我预想的一样, 陈阿姨打扮得花枝招展。 阿姨自来熟, 进门就热情地和大家打招呼。 果然, 我公公看到陈阿姨眼睛都直了。 就这样, 陈阿姨成了我家的保姆。 我照常上班, 但是却悄悄地打开了监控视频, 看陈阿姨和我公公的一举一动。 不到一周, 我公公和陈阿姨 已经赶在我婆婆在家的时候 打闹嬉笑了。 周末, 我借口说我妈想约婆婆逛街, 把婆婆带了出来。 我开门见山地和婆婆 说我想让她和公公离婚, 并且把那天在江边拍到的公公 和陌生阿姨 勾勾搭搭的视频 给婆婆看了。 婆婆看到后, 没有什么反应, 我知道。 她对我公公毫无感情。 我告诉婆婆我的计划, 康维会照顾她, 我也会照顾她。 婆婆听到康维的名字, 眼泪止不住往下流。 说不想拖累康维, 婆婆说她这个岁数忍忍, 这辈子就过去了。 婆婆说她和公公提过离婚, 公公威胁婆婆, 要是敢离婚, 就会让康维不得安生。 为了康维, 婆婆决定忍。 妈, 康维站在婆婆身后, 哽咽道。 婆婆听到康维的声音, 猛然回头, 愣在了原地。 母女二人抱在一起, 痛哭不已。 等她们冷静后, 我和她们又确认了一遍计划。 康维说, 只要婆婆能离婚, 怎么样都行。 婆婆说, 只要公公别找康维的麻烦, 怎么样都行。 这就是母女之间的爱吧。 只要对方安好, 一切都好。 可是我不同意, 只是离婚, 太便宜她了, 她必须付出代价。 为了不引起公公的怀疑, 婆婆还是和往常一样。 我知道公公名下只有一套房产, 是拆迁后分的房子。 婆婆原本有房子, 公公让她卖掉了, 而且卖掉的钱都进了公公的腰包。 这几天, 公公和陈阿姨打得火热, 没时间找婆婆的事。 我说, 我妈要给我织毛衣, 让婆婆去教她。 把婆婆带出来, 正好也给公公和陈阿姨留下空间。 公公正觉得婆婆爱事, 连忙同意。 我查了公公的账户, 果然, 短短一周, 就有好几笔转账, 都是转给陈阿姨的。 还都是什么520元, 1314元, 这样的数字。 公公洗澡的时候, 把手机放在了客厅, 连个密码都没有。 我直接打开录下了, 她和陈阿姨说什么, 要让婆婆净身出户, 还要把房子给陈阿姨。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俩人竟然趁着我们不在家, 挽起了自拍。 又搂又抱, 陈阿姨还坐在我公公的大腿上, 看得我只想吐, 连忙转发给我自己, 并删掉了聊天记录。 原谅这几天也是早出晚归, 我也没空问她。 我想着先解决了婆婆的问题, 再和她谈离婚。 自从有了陈阿姨, 公公看婆婆更是哪哪都不顺眼。 原谅出差, 我觉得时机成熟, 便让婆婆和公公提出离婚。 公公一副蔑视的表情, 斜着眼, 叼着烟, 说离婚可以, 但是婆婆一分钱也别想得到。 我叫来了林心的表哥, 故征律师, 把公公和陈阿姨的聊天记录, 还有自拍都拍在了桌子上, 包括婆婆的伤情鉴定。 这是上次公公打婆婆, 我带婆婆去医院做的鉴定。 我一直藏在我爸妈家。 公公气得飙脏话, 猛地起身扬起手, 想动手打我。 顾征直接挡在我面前, 告诉公公, 如果动手就是故意伤害, 是会去采缝刃机的。 公公气得踹倒了身旁的椅子。 婆婆走过来, 我担心公公伤害她, 她却笑着让我放心。 婆婆仿佛看开了一切, 康伟已经长大, 有了保护自己的能力, 她不用再惧怕什么。 原谅这个儿子, 对婆婆毫无感情, 婆婆也想开了, 觉得母子情分要顺其自然。 婆婆目光坚定地看着公公, 我要和你离婚。 公公看着婆婆笃定的样子, 一时静忘了反驳。 因为证据充足, 婆婆和公公顺利离婚。 公公一点悔过之心都没有, 反而觉得少了一个绊脚石。 我听到她和陈阿姨说什么 尽早结婚, 把房子给陈阿姨。 还允诺陈阿姨, 现在这套房子也给她。 真是痴人说梦, 这房子是我上大学时 爸妈给我买的, 是婚前财产。 那套拆迁房婆婆和公公一人一半, 因为不好评分, 公公又着急和陈阿姨表示忠心, 我便提议卖掉房子, 钱一人一半。 公公拿到钱, 立刻就给陈阿姨买了一辆车, 还买了一堆首饰。 婆婆被康伟接走后, 陈阿姨直接住进了我家。 我还是闭口不言, 原谅出差回来了, 我把她约出来, 谈离婚。 原谅不同意离婚, 但是我态度很坚决。 我搬回了娘家, 原谅不敢去我家, 她特别害怕我爸。 她就每天, 在我上班的必经之路读我, 先是求我原谅, 承认错误, 发誓保证, 看我无动于衷, 她又开始胡搅蛮缠。 有几次闹得我同事都看到了, 我也觉得丢脸。 我本以为她会理解我, 同意离婚, 可我忘了她毕竟是我公公的儿子。 公公那无赖的本性, 原谅肯定也继承了。 不知道是别人给她出的主意, 还是她本性就是恶劣。 原谅竟然打印了很多暴露的女性照片, 把脸劈成了我的。 我下班看到, 我的车窗边插着照片, 直接把照片发给了顾征, 让他帮我拟一份离婚协议。 本想给原谅点面子, 毕竟夫妻一场。 现在也别怪我了。 顾征很给力, 约在我家附近, 他直接把离婚协议给我送过来了。 他微信里说找人给我送过来, 这怎么自己来了? 我问他这是不是也收费, 顾征说今天例外, 让我请他喝杯咖啡就可以。 顾征给我出主意, 让我把我爸妈给我买的房子, 就是原谅和他爸现在住的房子, 租出去。 中介直接带人过去, 原谅父子不同意搬走, 和中介动起手来, 中介直接报警, 把原谅和他罢免了出去。 原谅不停地给我打电话, 我把他拉黑, 他又给我发信息, 破口大骂, 毫不掩饰他的卑鄙。 房子是我的, 我想租出去还是卖掉, 都是我的权利。 我告诉原谅, 如果他再敢打扰我, 再弄一些下三滥的手段,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我手里有他盗用他人设计图纸的证据, 一旦告诉他公司领导, 那他的工作肯定没了。 以他的能力, 再找一份这样的工作, 也不是很简单。 他自然不敢再做什么。 离婚后的我和婆婆仿佛重获新生。 我经常去看婆婆, 康维把他照顾得很好。 只是婆婆还是有些内向。 我听我妈说过, 婆婆年轻时是个文艺青年, 唱歌跳舞都不在话下。 婆婆是语文老师, 又喜欢读书, 文化底蕴丰厚, 不该就这样蹉跎后半生。 我托朋友打听到文化工的老年大学招聘老师。 我便给婆婆报了名, 以她的文化程度教高中生都不成问题。 我带着婆婆去面试, 婆婆原本有些紧张, 可是一讲起课来, 那个自信的婆婆又回来了。 浑身发着光, 脸上洋溢着笑容。 看到婆婆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我发自内心为她高兴。 因为房子被我租出去了, 原谅只能和她爸住进她的员工宿舍。 一居是, 但是因为她爸不是员工, 所以需要交一些费用。 陈阿姨看到原谅, 她爸落魄了, 就是一个没钱没房的老头, 直接跑路。 我等的就是现在。 因为陈阿姨是个经验丰富的骗子, 这么多次都没被人抓到, 肯定是有两下子。 我和顾征说了我的诉求, 顾征说她帮我处理。 不到一周, 顾征就约我一起去见陈阿姨, 要求陈阿姨归还我公共给她的财物。 陈阿姨当然不同意, 没办法, 顾征只好放大招。 陈阿姨的儿子正在上大学, 据邻居们说, 陈阿姨对儿子溺爱无比, 要啥给啥, 家庭条件一般, 但是她儿子却穿戴都是奢侈品。 我们本不想用这些方式面对陈阿姨, 可陈阿姨实在是由言不尽, 说什么都没用, 和原谅她爸一个德行。 陈阿姨和原谅她爸的照片, 还有以前和其他人的不堪的勾当, 都被顾征打听到了。 陈阿姨气地骂人, 最后把车还给了我们。 不过钱和首饰我都没要, 那些就当是给她的工资吧。 我把车卖掉后, 把钱给了婆婆。 没想到, 婆婆和康维竟用这笔钱, 又买了一辆车, 送给我。 我当然不能收, 最后答应让婆婆给我买一个大金镯子, 车就给康维开。 所有的事情都了结了, 我便休了长假。 跑到了国外某岛, 就想好好地晒晒太阳。 本想带着我爸妈, 他们不来, 说让我自己放松放松。 林心知道我出来玩, 一通抱怨, 说我自己去逍遥快活不带她。 晒完太阳, 我到餐厅吃饭, 正埋头吃海鲜呢, 一个身影直接坐在了我对面。 我抬头, 看到了, 顾征, 是惊喜还是意外。 顾征看我愣在那, 笑着问我, 我们这是偶遇了。 太巧了。 顾征顿了顿, 不是偶遇,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我脑子一顿问号, 感叹号。 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 我知道你刚单身不到半年, 也许还没做好考虑下一段恋情的准备, 我只是来表明一下我的态度。 万宁, 我喜欢你。 你不用着急回答我, 更不要拒绝我, 我不急知道答案, 我给你时间, 等你准备好,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虽然顾征人率钱多, 还是我喜欢的类型, 但我还是觉得太快了, 还是慢慢来吧, 慢慢来会比较快。 计划不如变化快。 顾征因为一些工作原因, 必须回去处理。 我继续一个人的休假。 顾征走的第二天, 我在海边游泳, 结果不小心被海里的贝壳划伤了脚, 伤口不大, 但还是回酒店休息了。 没想到楼下喊叫声, 嘶吼声连成一片。 原来就在我刚才游泳的地方, 一只幼年鲨鱼咬伤了一名游客。 那边的隔离网破损, 鲨鱼游了过来。 那名游客正好身上被划伤, 流了血, 血腥味吸引了鲨鱼。 听说是个女孩子, 好像是和男朋友吵架了, 男朋友自己回国, 没带她, 她便自己跑到海边, 现在被送到了医院。 现在不是旅游旺季, 游客很少。 因为都是中国人, 我有些不放心女孩, 便到医院去看看 能不能帮什么忙。 傍晚, 我到了医院, 女孩重伤, 做了手术, 现在昏迷不醒。 我和医生说明了我的来意, 医生允许我在病房外看看女孩。 晚上, 我听到医生说女孩的家属来了。 我听到一阵急促的跑步声, 抬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竟然是顾征。 她看到我的那一瞬, 愣在了原地。 平日里西装革履, 连衬衫扭扣都扣得一丝不苟的她, 现在衣服上都是褶皱, 衬衫领子也胡乱地翻着, 头发也有些乱。 万宁,万宁, 顾征, 你怎么? 话还没说完, 顾征一把抱住了我。 原来她看到新闻, 知道一个女孩被鲨鱼袭击, 生死未捕, 联系到和我是同一个酒店, 女性, 因恋情原因。 加上我电话静音, 完全没有发现有人打电话给我, 确实很像我, 但是我可不会因为恋情做傻事。 出来度假时, 我是一个人, 回国时, 身边多了一个人, 顾征。 我们牵着手往外走, 看到林心来接我们。 我现在是不是得改口叫嫂子啊? 林心打去我们。 车上, 窗外的树飞快地闪过, 全都落在了我们的身后。 过去的事, 也一样, 都过去了。 现在, 我要抓住眼前的美好。 番外, 听说原谅和他爸关系极差, 原来是婆婆照顾他们, 现在他们单独相处, 互相看对方都不顺眼。 他爸嫌他不做饭, 他嫌他爸不挣钱。 原谅不止一次和同事们抱怨 他爸为老不尊, 拖累他。 有一次, 他们吵起来, 原谅他爸打了他, 他一气之下还了手, 他爸被他打进了医院。 虽然是护殴, 但是他爸毕竟身体没他壮实。 原谅联系婆婆, 想让婆婆给他点钱。 被康伟和他老公骂走了, 原谅和他爸这个下场, 就是活该。 康伟和他男朋友快结婚了, 婆婆特别高兴。 我认了婆婆做干妈, 婆婆又送了一个大金镯子给我, 还说等我结婚时, 要给我一个大大的红包。 康伟洋装吃醋, 说我才是干妈的亲女儿。 我们都笑得前仰后合。 干妈最近不仅当老师, 还趁着业余时间学了摄影, 有时没事就带着一帮人出去拍照。 活力四射, 仿佛年轻了二十岁。 康伟的婚礼在我之前, 我们没事就带着林欣 一起选婚纱。 没错, 顾征和我求婚了, 我答应了。 这么好的男人, 我可不错过他。